其实已经是倍赚的状况 一般来说这些股份 如果你对于前景方面 仍然是有一个信心的话 就可以估出部分先取本金 然后再去选择其他类型的股份 倾向上来说 观众都是一些比较有耐性去持股份的人 所以可以用这个策略作为一个考虑的时候 变成你再套现出来 又再去买入其他股份 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 又再会有一个倍赚的状况 又再退出本金 又再去买其他股份 变成了好似别人去收租股的形式 可以是一个无本生利的状况 变成就算它是一个低息的状况 都未必适合将所有的股份 全部是做一个沽出的状况 除非你很不看好有帮 来到那个前景的状况 你才会做一个全数沽出 来做一个考虑 如果你说在现时来说 可能它沽出的部分 来留意一些高息股 我相信仍然是一些浪人股 就会比较稳定一些 另外就是国际金融类的股份 就会冲劲 可能它会恢复之前的派息状况 可能汇控也会是一个考虑 如果是一些进取投资者 才会考虑 我们会吸引一些内访股 来到去赚取高息 嗯,好啊 做出难吗 做出难吗 做出难做 rehearsals